昨天写完罗志祥发长文自称男孩的史 忽然想到了N年前泰国白龙王对他的预言 借色十年才能一直红 可惜他没做到 按这个因果来看 感觉白龙王的预测还挺准的 今天想来说说娱乐圈明星遇到过的灵异经历 早年在综艺康熙来了里面 小S很喜欢让嘉宾讲真实的鬼故事 他经常被吓到 但是又很好奇想听 感觉这是全天下胆小者的通病 所以节目里有很多人分享了自己半真半假的灵异事件 其中最出名的应该是何润东在横店的故事 当时那个影视基地用墓碑当地版很邪门 住横店的某位女演员觉得酒店很不舒服 申请换房间被拒 一次拍夜戏后 女演员突然停拍 回到房间被关了几个小时 后来被发现用指甲刀剪烂自己的手 满地是血 然后她被送到了精神病院 这个故事被穿了很多版本 其中说的最多的就是白雪 但白雪后来发过数条微博屁过摇 她只是退出娱乐圈结婚生子了而已 2013年左右 她的微博再次停更了 大家纷纷开始解读 她之前的照片很诡异 比如眼神很涣散 被控制 照片里的镜子有问题之类 甚至她的网名白雪 禁在他乡也被解读为禁在他乡 她的好友忍不住发了条微博说 白雪在国外 有两个孩子 过得很幸福 并泼出了照片 看上去像是东南亚国家 所以那个用指甲剪 剪肉的女明星到底是谁 可能只有何润东知道了 此外 何润东还分享了几个自己的故事 比如从15岁起 一直能听到两个中年人的声音 还在她耳边争吵 但顶不清楚说的是什么 一直到19岁才消失 她一直强调自己很内向 读中学时都没有朋友 所以没有任何人能倾诉这件事 这一点应该没错 看她早期的照片 确实就是很内敛安静的感觉 和现在的运动性能范儿截然不同 除此之外 她在拍戏时还遇到过附体事件 当跨过一道很矮的障碍物时 她突然脑子一片空拍 然后就没有知觉了 当她醒来时 发现很多工作人员围着 原来何润东直接晕过去了 而当时 她朝着障碍物猛冲过去 两眼无神 被绊倒 然后狠摔出去 这件事造假的可能性较小 因为当时其他在场的人可以证明 同样著名的 还有潘伟博讲的经历 大家应该都知道 就是朋友的女儿看到她会 生死力竭大哭 并直言她背上有贝贝 刚新放出的视频里 小孩一直对着她嚎道他哭 感觉有点毛骨悚然 而就在那段时间 潘伟博确实过得不太顺利 早期也算在流行乐里 有一席之地的她 不知怎么就flop了 被很多新人后来居上 甚至在14年演唱会彩排时 从高空坠下 头部发生猛烈撞击出血不止 也许一切可能是巧合 但潘伟博明明有疑心 还去拍了背上有阿飘的杂志片 心也还是挺大的 酒店似乎是零一故事 最高频发生的场所 在天下第一里 饰演郡主的陈怡荣 曾在酒店中听到小孩的哭声 大人的吵道声 但她住的地方明明很清静 最后她简单粗暴地打开电视机 调大声音就接着去睡觉了 徐若萱的经历比较恐怖 她在日本工作时 深夜睁眼 看见一个白的男生 在掐她的脖子 随后她被助理拍了一下 那个人就不见了 两人讨论这家事实 灯灭了 电视机又自动打开 吓得他们狂奔下楼 之后 有神秘男子不断发骚扰短信说 要来找徐若萱 她今晚未定地换了酒店 发现密码箱却打不开了 砸开锁后 发现密码这是4701 刚好 她住的闹鬼的那个房间好 徐若萱的故事 前半部分可能是真的 后半部分有可能是 她做噩梦时的主动联想 作为明星 有男粉丝骚扰并不奇怪 而密码箱的破坏后 还能看到设定的密码 也不太科学 比较有意思的 还有田妞康熙讲的两个故事 也是酒店闹鬼事件 她在一家酒店睡觉时 灯忽然自己打开 然后听到抽水马桶发出的声音 但当时太累 就没顾得上 刚睡下没多久 她看见一颗圆圆的头的形状 在被子的底下鼓起 然后飞快地滚到她枕头边上 开始亲她的脖子 她被吓到了 拼命想翻坐起身来 却不能动弹 慌乱中田妞一把 抹住那个乱动的头 据她说 她摸到的头发是很短的 后来好不容易醒过来 她赶紧拉开窗帘 叫助理进来换房间 离奇的是 后来他们得知那个房间 曾经跳楼自杀过一个日本人 她讲的第二个故事细节更恐怖 她同样是住在酒店期间 她被安排了一间尾房 那间屋子里挂了一张小女孩的画像 长得很可爱 一头卷发 正对着她的床微笑 她妈妈刚走进房间 说自己很困倒在床上睡着了 田妞一个人观察画像时 发现那张画像慢慢的变了 上面的小女孩从天真微笑 到收起嘴角 板着脸 眼中有鲜红的血涌出 具体变化 你们可以联想一下 孤儿院里面那个杀人萝莉 对身上画像的眼睛后 她就不能动了 僵养在床上 而画像里的小女孩非常凶恶的走出来 离她越来越近